最近拜读到一篇文章 说蔡雨琴在写梦梦时 根本没说清楚熔宁府到底在哪 沃尔在京陵 沃尔在北京 沃尔又是在长安 各种前后矛盾 在网上搜了搜 发现真有好多红友池这种观点 说什么曹雪芹是故意把地点搞乱的 以让人勿听他朝代纪念无考的话 还有说什么假奏真实真意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做着有意制造这些云里物里 让你这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换你 其实哪里是曹公没写清楚 只是因为原著太长 故事太复杂 若不仔细整理 就极意搞混罢了 下面就给各位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 那就是在《红楼梦》原著中 熔宁府到底在哪 一 熔宁府是在京陵 红楼梦第一次提到熔宁府的地理 是在第二回棱子星演说熔国府 贾艺村和棱子星在扬州九四喝酒时 提到去岁五道京陵时 阴雨游览又朝遗迹 那日进了石头城 从他宅门前经过 接东是宁国府 接西是熔国府 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站回去 根据此处描写 熔宁府好像确确实实是在京陵 进南京 二 熔宁府是在京城 然而下面的描写 却让人越来越困惑了 貌似贾府他们一大家子 不是住在京陵 而是住在京城 这个京城不仅如是六朝古都京陵 而且离京陵很远 比如第三回 待遇早上去王夫人那里请安 看到王夫人和王熙凤在一处 拆京陵来的书信看 内容就是 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母之子 依表兄薛牌倚仗财士 打死人命 现在应天府暗下神明 紧接着到了第四回 就是援助金陵的薛宝钗进京代选 在路上行了不知多久 到了京城之后 因自家在京的几处房子 长期无人居住 便一路奔如国府而来 投奔姨父贾政 而最著名的 就是宝玉挨打那回 贾母说 贾政是嫌弃他们娘们了 一气之下令人被叫被骂 说 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 那为啥第二回的时候 写如宁府在京陵 后又有种种指向表明 贾宝玉这大家子 并不是住在京陵 而是在京城呢 三 京陵的老房子 事情到了第四十六回 就很清楚了 这一回是鸳鸯女士爵鸳鸯偶 老色回贾设 逼鸳鸯做他的小老婆 提到鸳鸯是贾家的家生子 只有自己和哥嫂在这边 他的老子娘子在京陵看房子 很少北上 也就是说第二回中 贾宇村看到的其实是贾府在京陵的老宅 只留着几个老人在看守 贾家全家已经搬到京城做官去了 在京城 另有一处新的荣宁府 怪不得第二回贾宇村会说 他看到荣宁府大门前冷若无人 而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则说 荣国府前猝猝叫嘛 这并非闹什么鬼故事 而是他俩看到的 根本不是一个地方了 四 红楼梦里的京城到底是哪 本来这忽儿京陵忽儿京城的 就够让人困惑的了 那这新荣宁府所在的京城 到底是哪个城呢 我们且不联系历史和现实 纯分析文本的话 曹雪芹原著中写得清清楚楚 红楼梦小说文本里的京城便是长安 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刘姥姥说 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 终是天子脚下 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 第十七回 大官原是才提对额 林芝孝家的说妙语 因听见长安都中有官义遗界 并被叶遗文 聚遂随了师父上来 现在西门外蒙尼院住着 第五十六回 闽探春心力除塑壁 宝玉梦到珍宝玉说 我听见老太太说 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 第七十九回薛文龙回取何东师 香林对宝玉说下金贵 凡着长安城里城外桂花菊 据是他家的 至此 贾家的活动区域就搞清楚了 贾家全家都在《红楼梦》中虚构的都城长安 长安在我国的文化里 既可实质古都长安 又是都城的龙统代城 曹雪芹究竟是实质 还是用长安做代城 当然可以讨论 但在容宁府所在地的问题上 曹雪芹却是处理的清晰完整 意思不乱 我本人也比较认同 所谓的长安便是带至北京 毕竟林黛玉从扬州一路撑传到的京城 只能是顺着京杭大运河到的北京 而弄清了容宁府所在地的问题 也就弄清了为什么《红楼梦》第四回 金领应天府当差的小沙迷 把四大家族说得那么威风 又是护官服 又是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的 怎么有时候却一点都不牛 一个戏子的事情 就把贾政吓得要打死宝玉 随随便便来个太监 就能敲诈他们 这是因为 他们只是一个省内数得上号的人家 护官服也只是一个地方的护官服 来到京城 便没那么大威风了 一是难以理解这种较为打击的 可以参考电视剧《雍正王朝》里 京城来的清差十三爷应祥 骂鱼肉乡里的地方官的话 知府是什么鸟官啊 永定河里的王吧 都比你这号人金贵些 例子不完全贴切 却就是这个味儿 而文首提到了那篇文章里 作者颜值早早的分析到 把容宁府所在地写的前后矛盾 当然不是操约性的疏忽 而是他有意识的将故事发生力加以措置 以达到真是隐去 甲语村言 甄甄甲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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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艺术手法 等等等等 实在是想到然而了 《红楼梦》真没那么魔幻现实主义 感谢大家观看关注和三连投币 这里是民众笑谈 我是生石雨 我们下期见